导演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被绑架了 小姨啊 你这个请假理由不真逞啊 怎么 还想场外求助 导演 就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一定赶回来 看在刚才那几条 都是一次就过的份上 就放我这一次吧 导演 导演求你了 一个半小时 那也够了 谢谢导演 雨姐 媳妇我挂衣架上了 麻烦帮我收一下 出去一会儿 什么就回来 好的 那么 出发了 在这边 宝宝 肉肉 看这里 是意义 肉肉 买哈尼 意义 意义 又又想你了 肉肉 不要光顾着吃冰激凌啊 要注意脚下哦 好 意义也吃 给我吃吗 肉肉真乖 意义张嘴 行动 肉肉真好 意义 意义先生 这些人 难道是我的狂热粉丝 劳凡 跟我们走一趟 对 好可怕 好可怕 怕 怕是找错人了吧 找的就是你 老烦跟我们走一趟 对 好可怕 怕是找错人了吧 找的就是你 我可是尊敬手法的好公民 呃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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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要是 实在缺钱的话 你跟我父母商量一下 少五十万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 能多给点时间 再加一两万 也不是没得商量 家 家 家 叫你们 有人不就冲我来吧 放过这个孩子 我愿意给你们回去 这么多人 我一定逃不掉的 老爸老妈 拜托你们赶紧准备赎金呢 救我们 呃 那 那个 呃 在那之前 请允许我先打个电话 道 导演 我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我被绑架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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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他认识我 难道是此生饭 竟然来到了这么豪华的别墅 看来应该不用去非洲做工了 易先生请坐 老板稍后就来 还有个老板 好的 他们来了 易先生请坐 我就直入主题吧 你现在抱着的孩子 是我儿子 亲生的 好 易允先生 等您很久了 等我 他认识我 难道是此生饭 我就直入主题吧 你现在抱着的孩子 是我儿子 谢谢你这些年的抚养 现在 请你把他交还给我 这里有一张支票 你先收着 要是觉得不够 我可以再付双倍 这卡里有五万 你先收着 就当是这次绑架行动的辛苦费 要是觉得不够的话 我也给不出再多的了 嗯嗯 不能再多了 易先生 你要不还是先看看支票的面额 看了再做决定 看什么看 我老板都配出来了 你们还想怎样 绑架这么不道德的事情 你们以后真的不要再干了 骗人的理由也不变得靠谱一点 很不专业啊 骗子 好啊 给他看看证据 易先生 你真的误会了 不如你先冷静一下 看看这份详细报告 别紧张 我们老板没有恶意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咱们应该心平气和地谈谈 看来不把话说清楚 他们是不会放我们走的了 我倒是要看看 这群妄想症患者 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看这份报告是吧 关于意念与风锦瑶 亲缘关系的DNA鉴定 基于结果分析 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性为 99.999% 你大费周章伪造这个 到底有什么意义 儿子是我的 我确认过不止一次 你以为你拿几张废纸打发我 我就能把亲儿子拱手相让 做梦吧你 关于意念与风锦瑶 亲缘关系的DNA鉴定 基于结果分析 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性为 99.999% 当年的事却是另有引擎 但事实就是 这孩子是我的 这点无法改变 我当年做人工培育的时候 可是全程都有监督培育米的 不是随随便便哪个破机构 可以敷衍的 你会成为好父亲 而且还有DNA鉴定书 哼 别想糊弄我 要让我证明一下给你看 瞪大眼睛看好了 这眉毛眼睛 再看看我的 难道不是跟我更像吗 再看看这小鼻子 和我的鼻子 一点都不像 还有这粉嘟嘟的小嘴唇 最后是这可爱的小虎牙 完美复制 这我还真美 哪里和我不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他不是个瞎子 算了 给我直接带走 这 我爸爸 等等 你们这些家伙要对我和肉肉做什么 放我下来 肉肉 不怕 坏人坏人 我不走 我不走 放我下来 坏人坏人 喂 对 什么事你说 坏人坏人 你们都是坏人 啊 啊 群嘴要先秦王 啊 现在把它才能做出意义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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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二爷那边有情况 您必须亲自去一趟了 呃 呃 呃 至于小少爷 这次确实不方便戴上 您看 不如 我不走 你们放开我 再不放开 我就喊非礼了 啊 把人好好送回去 然后多派几个人看着 我不走 你们放开我 你 呃 呃 呃 我们刚 是不是在做梦啊 他们好坏 对啊 超坏的 没关系 肉肉保护姨姨 肉肉把所有坏人都摇跑 姨姨不要伤心啊 嗯 只要有肉肉在 就不会伤心了 确实很久不曾想过了 那段伤心的过去 呦 这喝的够多呀 义云 我失恋了 走吧哥们儿 给我去试镜 输去走走 换换心情 不去 给我去一下呗 不去 啊 救她了 莫名其妙 成为了这部网剧的男配角 是 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 卡 很好 再来一条 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 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 女人 卡 义云啊 不错 下个影帝就是你了 卓剑拍戏 不是为了麻木 而是为了成为我想成为的 蛤 你要是成了演员 那什么时候才能结婚 你瞧瞧隔壁胡阿姨 年纪比我小一岁孙子都有了 二十五岁 要是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还没有功成名就 那一切就替您呢 这样行吧 你要是成了演员 那什么时候才能结婚 你瞧瞧隔壁胡阿姨 年纪比我小一岁孙子都有了 二十五岁 要是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还没有功成名就 那一切就替您呢 这样行吧 我怀着丰满的梦想 面对着骨感的现实 压根没混出什么名堂来 步步铺该毫无例外 哎 兄弟 你优着点啊 虽然当年你试镜落榜 但你现在都已经是当红流量小生了 哎呦 没有了 怎么办 我妈不会放过我的 估计相亲名单都已经准备好几打了 然后就是无止境的相亲 现在扯证吧 不了 不了 歐巴 你是我的理想型 有了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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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我孩子的爸爸吧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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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止境的 兄弟 我快死了 虽然没办法马上跟女孩子结婚 但孩子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 去国外吧 国外的人工培养技术很成熟 出国 用科学的力量 孕育一个可爱的孩子吧 于是我瞒着父母 带着所有的积蓄 去到异国他乡 和专家面谈了无数次 全心全意等待孩子降生的同时 不禁有些犹豫 这样的我 真的能好好做个称职的父亲吗 真的可以吗 但是在看到肉肉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迷茫都没有了 他是我的孩子 即使我一无所有 我也要亲尽全力去保护他 所以他绝对不能被那些莫名其妙的人抢走 一定是那个男人在瞎编 西早葬有破绽 西早葬有破绽 西早不专心 抱歉抱歉 一云是吧 我们还会再见 老板 老爷子让您去一趟书房谈话 知道了 进来 坐下 爷爷 说吧 怎么 你刚坐闻家主的位置 就迫不及待 想出手示威了 他想弄不该动的人 我只是给他点小教训 让他手别伸那么长 哼 不该动的人 是那个跟了你几年的女大学生 还是最近 那个叫不上名字的小明星啊 老爷子果然清楚我了一举一动 但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 第三个孩子都出生了 你也是时候收心了 爷爷 二叔想动的不是什么女大学生 更不是什么小明星 是 是我儿子 你儿子 你儿子 你说什么 你没听错 是我儿子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竟然有个儿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那个女大学生还是你之前的想好 嗯 现在他人在哪儿 孩子现在很好 三岁多快四岁了 你是要气死我呀 爷爷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信那些有的没的 这难道也是能随便编出来的 这是我们风家历代只有长房子孙才会有的标记 每一代只有一人由此传承 代代如此 你真的确定那孩子是你长子 我的曾孙 嗯 怎么是个外国小孩啊 是混血 军卵人是位外国女士 亲生的 亲的 你看这一头小卷毛 到底哪里像你 老板 易云先生现在带着小少爷出门了 看路线应该是请天长 这么晚 还要带我儿子去干嘛 嗯 老板 易云先生现在带着小少爷出门了 看路线应该是请天长 这么晚 还要带我儿子去干嘛 公主和王子愉快地生活在了城堡里 嗯 晚安 我的肉肉 嗯 口袋里有东西 啊 把导演给忘记了 啊 现在去道歉还来得及吗 求求你接电话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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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道歉大大 你听我解释 我在回来的路上 不用解释 今天你要是回不来 明天就不用再来了 不是吧 这就挂了 天哪 只有一个多小时了 舅舅 醒醒 嗯 我们去奶奶家睡好不好 嗯 好 妈 开门呐 开门呐 我知道你在家 开门呐 开门呐 爸 叫我妈开门呐 开门呐 你 给 啊 各位儿子 我和你爸爸抽到了 免费的西洋红国际旅游团体验券 青春在呼唤我们 亏气不定 五年 啊 换了个去 既然这样 直接去骗场吧 师傅 可以再快点吗 十二点之前必须赶到 够快了 够够够够了 怎么回事 没想到晚上还是有点堵车 你敢戏还带个孩子过来 我这是菜市场还是幼儿园 这里所有人都在等你就位 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 有没有点责任感 嗯 你敢戏还带个孩子过来 你敢戏还带个孩子过来 我这是菜市场还是幼儿园 这里所有人都在等你就位 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 有没有点责任感 导演 真的对不起 下次一定不会再犯 这是我亲戚家的孩子 导演放心 他不会找你 算了算了 别再耽误时间了 赶紧去换衣服 去吧去吧 余姐 麻烦你帮我照看他一下 没问题 好 尾压准备 来个神 怎么会突然心惊 好像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好 那个预言中的孩子果然降生了吗 开始 卡卡卡 那 你那是什么姿势 狗屎屎吗 抱歉抱歉 刚才好像听到了肉肉的哭声 是错觉吗 好 好 祝福 那边 那边 对 人往那边的高点 这 这 一云就位了 各单位注意 为压齐 安心 肉肉 哥 我让你找了好多 你千万不要松手啊 抱紧我肉肉 大大为注意 为牙齐安慎 肉肉 肉肉 你千万不要松手 抱紧我肉肉 小心 快快快快快 快放下来 孩子在上面 这 肉肉乖 没事没事 我就在这儿 没事的 我要回家 回家陪我 肉肉你听话 我要不要 你睡会儿 一闭眼一睁眼 就在家里了 庞道 刚刚那场戏 镜头比较远 拍不到脸 可以用体身 咱们现在最要紧的 不就是时间吗 小姨之后 不拍几个特写镜头 就好了 您看行不行 走吧走吧 肉肉 你今天不乖哦 你知不知道 刚刚有多危险 你要是有三长两短 我怕你有危险 我害怕 没事没事了 肉肉别怕 快来人了 快快快快 你优先在哪儿 有烧在哪儿 小姨也是烧烧了 还是那个替身啊 太残了吧 我怕了 我怕了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会你突然就摔下来了 怎么回事 猝猝乖 别看 我 来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副导 现在 哦 小易啊 今天也排不了了 你先带孩子回去吧 副导 组里没有根场医生 简单的只写处理我会 让我去看看吧 可孩子 就无论过来还有二十分钟 你会处理外伤的话 就赶紧过来帮忙 行 我马上去处理 受伤的不止提升眼缘 灯光组也有人受伤 没人有空照顾孩子 所以你还是先带孩子回 眼缘 赶紧过来帮忙 你还愣着干什么 来了 来了 去吧 不过孩子就别过去了 肉肉 乖乖坐在这里 不要离开 也不要乱跟别人走 困的话也坚持一下 先别睡 我马上就回来 依依不要过去好不好 你看 那边的叔叔受伤了 流了很多血 很疼的 你上次被门夹到手收 是不是很疼 肉肉乖 依依很快回来 我来吧 我先帮他止血 对 就是这样 按住这里 嗯 那是 呀 那脏脏的东西在靠近 依依 依依 好可怕呀 别在这儿抖 你别担忍着去啊 你 你快让开 我要去找依依 啊 依依怎么看不见脏脏呀 快躲开呀 依依 危险 这个时候啊 这小鬼还在抖啊 自从你来了这片场之后 就没一件好事发烧 你简直就是个丧门星 啊 那脏脏的东西在靠近依依 依依 别在这儿抖啊 放开 我要去找依依 自从你来了这片场之后 就没一件好事发烧 简直就是个丧门星 是谁 允许你动我儿子的 你 你 你 小少爷 来我这边 我 好痛啊 你谁啊 赶紧放手 先带孩子上车 是 嗯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呀 依依 放开我 我来吧 啊 嗯 嗯 嗯 有依依 你可以去看她 不过 等会儿要跟我走 太好了 学止住了 依依 啊 柔柔 你 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 这 这里不允许外人进入的 哼 我要是不进了 还等着儿子被别人揍 揍 他说是坏 他想打热肉 痛 痛 真痛啊 怎么会 他居然想打我家肉肉 是死吧 死胖子 其他的我都可以忍 但今天你算是踢到铁板了 敢动我宝贝儿子 我让你段子绝孙 我不干了 您二找谁找谁 不干了 没错 柔柔 我们回家 等等 喂 放开我们 还有没有玩法了 带走 去死吧 死胖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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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我都可以忍 但今天你算是踢到铁板了 敢动我的宝贝儿子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放开我们 我们要回家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 你觉得这个时候 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 应该在干什么 在 在睡觉 但我以前 从来没带他出去过 你不用解释了 任何理由都无法支撑 你带着这么小的孩子 去混乱的偏长 你没有资格抚养他 今晚你们住这个房间 柔柔 怎么了 醒了 依依依 要抱抱 依依依 啊 对了 之前有些黑乎乎的东西 钻到了依依的身体里 哎呀 哎呀 我的小祖宝 你这是要干嘛 放手 放手啊 柔柔 要脱了 要脱了 我让医生来检查一下 孩子又没有受伤 哼 来的不是时候 等等 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什么时候进来的 把医药箱留下 你先出去 好的好的 把孩子给我 不 不要让我再说一遍 把孩子给我 我让医生来检查一下 孩子又没有受伤 哼 来的不是时候 等等 你看 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把孩子给我 这 才不呢 就是 就是 大半夜不睡觉 就知道瞎折腾 你就是这样带孩子的 把它给我 等一下 松手 要脱了 要脱了 我的头发呀 口太 太近了 赶紧把衣服穿好 医生不准的 像什么样子 凶什么凶 大家都是爷们儿 啊 你们在干嘛 孩子的手受伤了 必须消毒处理 啊 肉肉受伤了 我看看 有点痛哦 肉肉忍一忍 一会儿我给你呼呼 不痛了不痛了 肉肉疼疼 要一语清清才能好 肉肉乖 不疼了不疼了啊 肉肉受伤了 一定要告诉我才行 不好好消毒包扎的话 可是会疼很久的 包好了 这样脏脏就不会让你的伤口感染 继续痛痛了 脏脏 依依你身上有脏脏哦 我刚洗过澡 应该洗得很干净才对啊 很香香呢 依依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真的看见脏脏了 我梦见依依脸流血了 好害怕 安了安了 梦都是相反的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时间不早了赶紧睡觉吧 怪我考虑不周 把孩子带到那么嘈杂的地方 还出了事故 肉肉一定被吓得不轻 对不起啊 肉肉 脏脏到底去哪了 包好了 这样脏脏就不会让你的伤口感染 继续痛痛了 脏脏 依依 你身上有脏脏哦 这里不是我家 哦 是了 昨晚过来太晚 根本就没好好观察就是了 不过这里 也太高级了吧 肉肉 醒醒 起床了 太阳晒屁股了 好刺眼 先生 您醒了 老板出门了 交代我在这里等您和小少爷起床 用餐在一楼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好的 我叫醒肉肉马上下去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这边请 这穷酸富贼也太难吃了吧 易先生 您的手机昨天忘在车里了 老板让我送来给您 哦 谢谢 喂 张姐 张姐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问候的话也应该是我来问候您才对啊 少卖官 废话少说 赶紧来公司 您的手机昨天忘在车里了 老板让我送来给您 哦 谢谢 赶紧来公司 昨晚的事我已经了解了 呃 关于你之后的工作 你来公司我们再聊吧 嗯 易奕 你怎么了 公司那边肯定得去 毕竟昨天出了那么大事 肉肉也得待在身边才行 这些人 这些人会放我走 总之 得想办法糊弄过去 带肉肉离开 没事 肉肉 肉肉 我们先试试这样 嗯 不行再这样 嗯 明白了吗 肉肉明白 走吧 陪我去打怪征服世界 哇 哇 哇 打倒怪兽 哇 哇 哇 打 毕先生如果要离开 随时可以走 但小少爷 必须留在这儿 可不过 真知道没那么好糊弄 这野男人也太霸道了吧 事情软禁我们爷俩嘛 只能实行第二个计划 亲爱的肉肉 请开始你的表演 大家回去做事吧 喂 对不起老板 易先生带着小少爷逃走了 嗯 小少爷回房间之后 没过多久 就哭闹着说身体不舒服 医生来了也不配合 事态紧急 易先生坚持要送小少爷到医院 在医院检查的时候 马上给我去找 这一大小也太不神心了 以为这样就能逃走 你们俩给我等着 我亲自去找 可老板 一会儿 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开会 能与我儿子重要吗 每个病房都查一遍 去那边看看 不要遗漏任何一个人 柔柔演得太好了 下一个影帝非你莫属 睡意交道 他出来了 快排 莉莉 看着 看着 不是你的粉色 莉莉 等着我呢 我死了 人和人的差距果然很大 当初曾莉莉进公司的时候 还叫我一声易哥 易哥 现在 怕是我要反过来叫他姐了 请进 来了 张姐好 哪家的小孩啊 长得这么水灵 啊 亲戚家的孩子 最近没人照顾 我就先帮着照顾几天 张姐放心 她不会影响我工作 姐姐好 肉肉很听话的 她真的好可爱 坐吧坐吧 易云啊 你最近 是不是 啊 什么 得罪了什么人 难道是 庞导打算求后算账了 庞导眼上的不轻 被人打得全身多处骨折 嗯 能不能醒得过来 都是个问题 啊 我那脚下去 竟然会多处骨折 碰 碰瓷 一会儿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开会 能给我儿子重要吗 快点 一会儿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开会 能给我儿子重要吗 还要查张追责 今天一大早那边已经来电话 要协商你的解约事宜 所以我才问你 你是不是也得罪了人 我 我吗 我这么个小真空小透明 估计也没谁会注意到吧 也对 只是你有没有 你没有觉得自己很倒霉啊 昨天的剧组事故算是意外 但之前的剧 看起来就都太巧合了 譬如全单时间拍的那两部片子 宋审的时候都被卡住了 已经上线了的 有几部因为题材 跟政策原因被下架 而真正在相剥了的那几部剧 几乎没你什么兴奋 连强只能看到几个背影 总结起来 已经不是普通的倒霉了 这事 说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也是说得通的 你说你明明就长了一张大红大紫的脸 这是老天眼赏饭吃啊 怎么就是红不起来呢 大概是我还不够努力 要说努力 我带的艺人里最努力最省心的就是你 有真究其原因 怕是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最近你这边不会再安排进组 你也算是放个假 当然 别误会了 不是要雪藏你 你继续去拍些平面广告吧 老板 找到他们了 人在哪儿 在拍捞宝广告 我出动了多少人就为了找你们 结果居然失去了拍什么捞宝广告 人在哪儿 在拍捞宝广告 我出动了多少人就为了找你们 结果居然失去了拍什么捞宝广告 哎 头抬高一点 哎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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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错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哎 保持住啊 对对对 很好 很好 来 翼云 看镜头 脖子再往右一点 是这样吗 哎 对对对 眼神再强势一点 谁是帅 这款一定会大卖的 翼云 你皮肤真好 平时没少做护理吧 就是普普通通的 基础保持护理 咦 绕绕肚子饿了 好 翼云工作马上就好了 一会儿就带你去吃大餐 翼云 快来看看下一套衣服 这一套也很帅 绝对适合你 嗯 这个孩子是 是我堂弟 那小弟弟 要不要一起来拍一组照片呢 我这里有 压压烘焙房的免费兑换券哦 成交 成交 耶 小可爱太上镜了 再来再来 冯总这边请 这里就是我们的摄影棚了 他们在哪 这不是些什么姿势 小可爱太上镜了 再来再来 冯总这边请 他们在哪 风总 这本是这边工作室拍摄的商品图册 您随便看看 小义可是这里长期合作的模特呢 哦 他经常来拍这种 小广告 是的是的 小义长相帅气 人又敬业 关键是身材好啊 比例完美 服装上身 效果超棒 他拍出来的款 款款卖爆 您看啊 现在拍的 肯定也能卖得很好 碧云 换个动作 刚刚是错觉吗 总感觉 有过很强的事情 风总 我带您去看一下隔壁棚吧 完美 太完美了 这组照片 要是放到网上肯定我 把这组照片压着 不准发表 让摄影师单独发到个邮箱 好的老板 小义 你留下来 看好他们俩 是 风总 这就走了吗 哟 什么东南西北风 把您给吹来了 自然是有事 还真是冷血无情啊 需要我的时候就抓招手 不需要我了 就挥手让我麻溜滚蛋 帮我个忙 这个人 全面封杀他 好 完美 太完美了 这组照片 要是放到网上肯定我 把这组照片压着 不准发表 让摄影师单独发到个邮箱 好的老板 这个人 全面封杀他 哟 是哪个刀红辣子鸡 让我们疯总不开心了 嗯 让我猜猜 是刚刚封后的姚诗园 还是刀红的汪泉 不是 呃 啊 不是 那会是谁 难道是国际大了 呃 我薄心娱乐 虽然在娱乐圈 有一定地位 但也不是说封杀谁 就能封杀的 嘿 让我来看看 是哪个小妖精 嗯 呃 这是谁 易云 呃 最近才出道的 出道 好像已经有过六七年了 啊 出道这么久了 我居然没有印象 连风景摇智 从不关心娱乐圈的人 都知道的艺人 我去男卫生间 啊 嗯 我来搜搜看 嗯 粉丝才四万多 朋友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 你让我封杀一个 粉丝不足五万的网红 不是开玩笑 我就是要这个人 在娱乐圈混不下去 唉 这种小事 你自己都可以办到 你到底做不做 别这么严肃嘛 咱俩的交情 这种事情 小意思 不过 能问句为什么吗 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你 嗯 嗯 啊 对了 想起一件事 我可听说 你未婚线要回国了 那个秦家大小姐 别给我乱扣帽子 那只是老爷子的想法 我没同意 就不能当真 可秦家放出风声了 哎 能不成 伤到他那个女学生小女朋友 给你灌了迷魂汤 只不过是个背景干净 又能带去应酬场合 打发时间的女伴 听话才留着 你确定他很听话 看人呢 还是不要看表面 我会让人留意他的 我说你啊 我都跟入定老僧似的 所以啊 这个男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难道 是哀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别啊 再聊两句呗 你们俩到底啥关系啊 我下手风沙的时候 心里好有点 纳个什么数嘛 从来没见过锦瑶 对谁这么伤心过呢 帮我去找个人 叫易云 今天我就要看到 他所有资料 你让我风沙一个 粉丝不足五万的网红 不是开玩笑 我就是要这个人 在娱乐圈混不下去 这明星有问题啊 表面看起来是易云他不走运 出道以来拍的戏 步步都扑街 但这几位导演的作品 按理说都不是扑街作品 他的经纪公司也是有趣 居然也没放弃他 所以他是一边被扶持 一边被打压 喂 大哥 你耍我吧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做坏事的是你 做好事的也是你 打一巴掌再给喝走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样的话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国家家 就照昨天说的办 封杀 那您老自己动手不就行了吗 你才是这个圈子里的低头蛇 过奖啦 只要让他找不到出路 他自然会知难而退 最好乖乖待在家 平静过日子 你是想进屋藏郊 让灵士来我办公室一趟 帮我去乡城娱乐 接触一下这个人 尽快 报告老板 他们又去吃甜品了 就不能少吃点甜食吗 你在笑什么呢 哦 没什么 晚上的酒会不用陪我出席了 我会取消这个行程 嗯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锦瑶已经很久没带我公开露面了 好不容易才等来今晚这次机会 你继续吃 我还有点事 锦瑶 等等 最近锦瑶是不是太忙了 还是她身边 抱歉 魏小姐 关于老板的私事 不方便透露 没什么 我就是担心她的身体 这段时间一直联系不上锦瑶 难道 身边有其他人了 该死 我好不容易才挤进这个圈子 不行 只要能嫁进风家 就没问题了 我绝不允许 任何人来破坏我的生活 我绝不允许 就找昨天说的办 凤沙 那宁老自己动手不就行了吗 只要让她找不到出路 她自然会知难而退 先生 请问您有预约吗 雷总在开会 有事得提前预约呢 距离晚上的酒会还有两个小时 小姐 真打您的眼睛 看看这张名片 博星 超顶级娱乐集团 雷总 博星娱乐那边又代表过来咱这儿 雷总马上下来接您 真是不好意思啊 哎呀 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啊 请林先生见谅 居然是博星黄鱼的总裁助理 林氏 没有的事 是我没提前打招呼 冒昧来打扰了 您能过来 真是蓬壁生辉 蓬壁生辉啊 哎呀 林氏是来谈合作的吗 还是来谈投资的 我的天哪 我这是时来运转的呀 不知道您这次来是 雷总 茶水送来了 现在谁不知道 乡城娱乐偷拍是我 要说博星的大佬为谁而来 不是我还能有事 哎呀 是黎莉啊 正要找你过来 林先生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 贵公司里有位叫易云的男演员吧 啊 嗯 啊啊啊啊 有的有的 我们是谁啊 没有印象啊 怎么是易云 易云是我们公司的孩子 不过小易呢 今天外出拍摄了 要不现在把他叫回来 啊 对对对 易云这孩子啊 平时工作积极又上进 问老奶奶过马路 帮老大爷买早点 每天奉你来雨里去的 哎 用过的 用过的都说好啊 啊 哦 张姐 易云啊 薄星的总裁助理林先生 亲自到公司来了 指明找你 咳咳咳 薄星 咳咳咳 易云你咳咳 吃饭喷喷 啊 抱歉 抱歉 啊 抱歉 抱歉啊 刚刚走神了 易云不专心吃饭 能专心吃饭才怪了 对方可是薄星啊 一个站在娱乐圈食物链顶端 拥有霸主地位的公司 居然指明找我 找我这个小透明 不是撞了鬼了就是时来运转 对方没表明来意 而且看起来时间行程很紧 今天你不在公司 所以会再找时间约 啊 还有约 哦 难道要飞上枝头 当凤凰了吗 今天你不在公司 所以会再找时间约 啊 还有约 难道要飞上枝头 啊 刚复红了吗 赵爷 看实习的机构 最近只有一位亚裔的客人 来做人工婴儿培育 名字叫易云 这是照片和登记资料 年纪在二十四至二十五岁之间 比您大四岁 嗯 就他了 让肯爷去替欢了吧 小心一点 嗯 少爷 真的要这么做吗 嗯 做 那些老家伙们 一心想要除掉我 让掌房绝后 我偏不能辱他们意 好的 知道了 少爷 孩子出生了 嗯 派人继续看着他们 随时报告 用加密有效 爷爷那边 也继续发送我的生活账 别让他发现我受伤的事 好的 少爷 孩子满月了 易先生准备带孩子回国 要继续监视吗 真小啊 嗯 定时回报 少爷 易先生家买的尿布好像质量不太好 小少爷屁屁过敏了 给他寄一项高级进口的尿布 先生 您在我们网站订的进口尿布到了 麻烦签收一下 哦 我订了尿布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我妈订的 肉肉呀 用奶奶来给你换尿布了 儿子给肉肉买的这款新尿布质量不错啊 还挺透气清爽的 少爷 小少爷满一百天了 易先生带着父母在餐厅庆祝 少爷 小少爷会走路了 小少爷上幼儿园了 少爷 易先生又偷偷带着小少爷去吃垃圾快餐 就不能少吃点垃圾食品吗 好吃吗 好吃 奇怪 我的奇怪 啊 谁吐我家肉肉的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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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你你你你你 啊 肉肉的奇怪 啊 你 小孩子要少吃油炸食物 啊 你你你你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嗯 那个 那个 嗯 那个 嗯 那个 嗯 那个 身体不舒服是吧 头疼 肚子疼 嗯 怎么办 啊 还有哪里头 跟我说说 啊 奇怪 嗯 我的奇怪 那 这位易先生原本的兽精卵呢 处理掉吧 好 我马上通知肯处理 凯恩 少爷决定就是这个易云了 你去办吧 婴儿裴雨免那边 你多照看着 还有 易先生的兽精卵 直接废弃处理掉 等等 少爷 先别动 我再想想 少爷 我就知道你会不忍心 刚刚那个电话 我根本没打出去 做冷冻吧 先帮他保存好 以后 我会找合适的机会弥补他的 先生 您的餐 好好吃饭 炸鸡 吃了 炸鸡 你也吃 先生 您的炸鸡套餐 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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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鸡炸鸡 早就被煮销了 到时候你看看 他们拘留谁 你你你 你偷我火锅板 好累啊 老板 儿童有乐事的设施 今天下午已经安装好了 嗯 你先陪孩子在这玩会儿 我有话跟义云谈谈 好的 老板 你跟我去书房吧 孩子叫给他照顾 你放心 来吧 小少爷 我们一起过去玩 聊 聊什么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幼儿园暂时不用去了 我会给儿子请家教 他必须留在我身边 你这人怎么回事 儿子明明就是我的 而且我们明明互相都不认识 你一开口就抢别人小孩 你叫义云 我叫风景瑶 现在我们认识了 你能不能听一下重点啊 你干嘛非得抢我儿子 聊什么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我会给儿子请家教 他必须留在我身边 你干嘛非得抢我儿子啊 我会给你探视机会 每个月一次 你又在胡说什么 每个月两次 你这人怎么总是自说自话 重点不在这里好吗 每月两次 不能再多了 一周七次都不够 等等 我为什么要和你讨论 这种问题啊 那好 我们换个话题 来聊聊你吧 你说 连事这一回去 伯兄会不会就把我们给忘了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提醒他们 别想什么色主意了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也得不到 你这话说的 我这是未雨绸缪 好不容易有这机会 免得他们反悔 好吧 别做太过了 公关部注意 把伯兄代表 来我们公司选决的消息放出去 就说那什么云 被指名邀请去试镜 星际环游 角色暂时保密 这样些不太好吧 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无论那什么云能不能选上 至少我们公司和波星捆绑的一波 选不选得上都没损失 嗯 爸爸 记得咋先买肉酥 聊 聊什么 据我所知 你大学专业学的是摄影 达尔开始拍网剧 之后放弃了学业 全职跟组拍摄 现在 勉强算是个演员吧 是 是又怎样 为了几部名不见经传的网剧 就轻易放弃学业 你就这么挤功近利 急于秋成 出名要趁早 与时间赛跑 你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 出道六七年 几乎算是没名没姓 收入不稳定 偶尔还需要父母接济 所以 这就是你与时间赛跑的结果 我 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今天薄星黄鱼的人还指明找我呢 马上就翻身给你看 哼 你平时工作时间不稳定 一个月在孩子和父母身边的时间 还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你的事业和生活 你照顾到了哪一边 两边都没有照顾到 你有没有想过 换一个职业 换一种生活 也许 现在的道路不适合你 只要你放弃现在的演艺事业 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 你平时工作时间不稳定 一个月在孩子和父母身边的时间 还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你的事业和生活 你照顾到了哪一边 两边都没有照顾到 你有没有想过 换一个职业 如果你早几年问我 我确实会考虑换职业的可能性 但我现在二十八岁了 既没有学历 也没有履历 我不能换 更没办法换 假如设想某一天 你出名了 你考虑过孩子吗 你希望他这么小 就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 我 我肯定会保护好肉肉的 可现实是 事业和孩子只能二选一 你选哪个 我肯定选肉肉啊 但你说的这个不成立 并没有人选择 并没有人逼我做选择 我可以给你新的选择 只要你放弃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 我是个笑话 同期出道的人 纷纷有事业收获 我条件不差 也够努力 但就是一事无成 可如果 现在就立刻放弃了 那我以前的坚持和努力 就真的成了笑话 难道演艺事业 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是我想错了吗 当当当当 哇哦 鸭鸭和他的朋友们的鸭鸭公仔 还有他的好朋友鱼干干 妈妈草和大柴柴 小少爷 这里还有霸王龙和钢铁金刚哦 变身变身变身 好像是这样弄的 难道是按这里 变身呢 绝对不能让小少爷失望 好像是质量不太好 不如我们换个玩具丸吧 小少爷 我们玩点别的吧 小恐龙怎么样 小少爷 还是你想玩其他的 是肉肉的声音 走 赶紧过去看看 肉肉 发生什么事了 大大老虎 老虎 是老虎 什么 小少爷 还是你想玩其他的 是肉肉的声音 是肉肉的声音 大老虎 大老虎 老虎 哪里来的老虎 可能是他们在玩游戏 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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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有个大老虎 肉肉 肉肉 时间不早了 你该睡了 有男虎 哪里的老虎 哪里啊 你这个玩笑 生会吓到姐姐的 我们睡觉 好不好 那明天我们在一起玩吧 小少爷 真的有男虎 啊 男虎 到了 你看 他就在姐姐身后 嗯 没 没有啊 你说的 是猫猫草 嗯 嗯 是老虎 不好意思啊 肉肉可能眼花了 没吓到你吧 没事 没事 嗯 依依 你不相信肉肉 是有老虎 你怎么也跟着肉肉起哄 哇 哇 依依 快躲开 什么 依依 你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没事吧 我晚上通知医生 依依 身上有脏脏 哇 脏脏 在哪里 在那里 嗯 是说到这里有伤口吗 没有血迹 那就是没有伤口 一方万一 还是要确认一下 是胸口这里吗 摸起来没有明显的肿块和伤口 但也不能排除内伤的可能性 我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不行 还是得医生来了再检查吧 你 你把他赶跑啦 老板 医生来了 去我房间 我这就带他过去 咦 缩回去了 怎么我们离得这么近 我大概是在做梦吧 嗯 嗯 医医 快躲开 什么 啊 医医 我先为他检查一下 嗯 嗯 医生会给他做全面检查 暂时先等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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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告诉我 嗯 嗯 嗯 是 我们去外面说吧 悄悄的 嗯 嗯 嗯 那我抱 嗯 嗯 我 我梦见医医流血了 很害怕就让医医陪着我 然后 叔叔就摔下来了 摔下来了 呃 哪个叔叔 演员叔叔 穿着一样的衣服 你说的是 之前片场的那个替身演员 掉维亚摔下来的那个 嗯 医医去给叔叔止疼 有脏脏疼叔叔身上跑出来 嗯 脏脏是 脏脏是 不是那个 脏脏的 嗯 脏脏不是指伤口 那到底是指什么 不过 刚刚肉肉大喊之后 玉云就忽然倒下了 听说小孩子 能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难道是真的 嗯 就是那个 嗯 肉肉是能看到吗 终于找到你们了 老板 医生已经检查完毕 您过来看看吧 嗯 一切正常 应该是疲劳导致的 好好休息一下 就没什么问题 我先给她开点养神的药 嗯 好的 谢谢 辛苦了 大家都去休息吧 嗯 医医 医生说她只是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会好了 肉肉也好好休息睡觉 然后告诉依依 要她学肉肉你一样 好好休息 不要再累倒了 嗯 哇哦 你也要好好休息 照顾好身体呀 今天小少爷说我背后有老虎 他是怎么知道的 髒脏不是指伤口 那到底是指什么 干干热热大喊之后 浴云就忽然倒下了 听说小孩子 能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难道是真的 我都睡不着 想听依依讲故事 你想听什么故事 我来跟你讲吧 嗯 要依依 依依累了 再休息 明天她睡醒了 就可以跟你讲了 那 那你就给我讲 鸭鸭的宇宙冒险指南吧 很久很久以前 圣鸭王国的鸭鸭王子 在成年之时 被赋予了一项巨大的任务 睡得真说 不知不觉 你已经从一个小婴儿 长到这么大了 好好睡吧 晚安 体温好像不太高 留着顶憾 看不进去 一会儿早餐吃好了 我们就去看依依 柔柔 你在哪儿 柔柔 你在哪儿啊 从问我是怎么睡着的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该不会是 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吧 你死了 柔柔 天哪 柔柔 柔柔 我 我昨晚到底怎么了 别太担心 昨天医生来检查了 你是太累了才会晕倒 这 真的吗 爷爷 是大虾甲 那这两天 你在家里休息吧 我还有吃 先出门了 不用在这里打扰你 我可以 我疼你 你先好好休息 柔柔 我 我做完到底怎么了 别太担心 昨天医生来检查了 你是太累了才会晕倒 去查查那个片场出事的提升业员 要详细资料 是 喂 太爷爷 是我 金瑶 想问你一件事 关于 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 很重要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 嗯 我知道了 你把他的生辰八字发给我 我算一算 你把人也带过来吧 好的 太爷爷 那我先不打扰您了 今天师祖的拳法真是虎虎生威啊 难道最近有好事发生 废话 我曾孙要带对象上山来看我 我得打起精神来 师祖 您都一百来岁了 优着点啊 一云 没听说过 难不成是薄心要力捧的新人 连挺精致的 长得不错呢 带一粉串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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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呜 没事没事 估计是休息太久 粉丝想我了 把他挖过来 就资料而言 这个一云非科班出身 初到六七年间 没有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 荧幕形象单一 演技一般 除了长相不错 没有特别的可取之处 是什么原因 或有什么价值签他 价值很大很大呢 马上让公关那边做出回应 转发他们的微博 还有什么 能比风静瑶的 今天八卦价值更大 谁都不能阻止 我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 呜 呜 老板 您表情能不能管理一下 别看起来这么幸灾乐祸 既然小乡城 主动整出这么一个热搜新闻 我们薄心 也不得不被动结果呀 交给你了 你亲自去办 呜 呜 别胡闹 放心放心 公司有你在 跨不了 跨不了 马上让公关那边做出回应 转发他们的微博 还有什么 能比风静瑶的今天八卦价值更大 谁都不能阻止 我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 你简单说一下那个临时演员的事情 那位片场临时演员事发当晚他已经下班了 但当时小少爷在片场哭闹 一线上无法继续拍摄 导演便临时决定让他替戏 再之后就出了安全问题 现在呢 他出事后到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马上把他转移到室内最好的医院 所有医疗费用我来承担 包括后续的身体福建 是 老板 那我先去忙了 等等 帮我找一下翼云参与演出的片子 要所有他出演过的影片 果然 还是先和一下两人的八字医院吧 嗯 嗯 嗯 哇 师祖已经很久不亲自算卦了 哪位大人物有这么大的面子让师祖出马 废话 我曾孙的命格岂能容其他神棍随意揣测 我就稍微窥视一丢丢就好了 嗯 等等 这两个人 贼 贼 贝呀 天造地赦 多子多福 天长地久 妙啊 唉 景瑶的命格自是不用多说 我有生之年 怕是找不出第二个能赶上她的 现在看来 这位翼云也不差 嗯 今天就破例 再为她算一次命格吧 呃 怎么会 这 怎么会是个造妖之命啊 等等 嗯 这两天是什么日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原来如此 这丫头的正阳之气出奇旺盛 鞋碎不轻 甚至比寻常男子还刚 若真是有命之将近的人靠近 自然会被影响 这翼云命不久矣 但与景瑶的英人到底是何解呢 怎么会 怎么会 怎么会是个造妖之命啊 哈哈 哈哈 你看 我捏的夜夜王子 肉肉真棒 做完这一个 我们拿去烤 好 现在就可以拿去烤了哦 二十分钟左右可以吃 烤好的蛋糕 请先品尝一下吧 哇 谢谢姐姐 他吃的蛋糕糕 昨天我真的睡了吗 怎么感觉越来越累啊 为了你 就是永远不睡觉 我也愿意 就算闭上了眼睛 我的脑海里还是只有你 你要相信我的真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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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老板 报表整理好了 您签个字 那我先出去了 去吧 傻丫头 你到底知不知道 对了 我有多爱你 关于 我的大脑 我的细胞 我的胃 我的肺 身体上上下下 所有器官 都在如同地说着那句话 打扰了 就是 我爱你啊 真是 叹叹叹叹叹 回击 啦啦啦啦 回击 啦啦啦 回击 啦啦 回击 喂 张姐 一云 你看我上热搜了吗 热搜 什么热搜啊 你上热搜啦 公司 你马上赶回来一趟 现在 现在马上回来 别忘了 跟下脸 哦 我知道了 易 你要出门吗 这次出门 要带上肉肉吗 单独把他放这里 我有点不放心啊 但是 易先生放心出门吧 老板交代过了 我们会好好照顾小少爷的 任何理由都无法 虽然风景要做是很霸道 但他并没有伤害过肉肉 大半夜不睡觉 就知道瞎折腾 你就是这样带孩子的 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们要走了吗 肉肉还想玩 易奕要出门办点事 肉肉在这里和姐姐们玩 好吗 嗯 肉肉会乖的 易奕要早点回来 一起吃饭饭 好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有多爱你 关于 我的大脑 我的细胞 我的胃 我的肺 那你 哪里来的 就是伤身 有少说的 就掉鱼吧 我居然 真的受惹搜了 而且 我 薄欣居然回应了 难道 难道是哪个大佬 看了我演的剧 向薄欣推荐了我 我当然不喜欢你啊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爱你的 好像不是感冒 大概是粉辰吧 咱们公司这次真要和博星合作 那还有假 博星都转发咱们官博了 这只合作对象 好像不是咱们的当家花旦曾莉莉啊 是易云 易云 是咱们家的 博星都没听过这名字 曾莉莉这次被打脸了 我真想看看她的表情 你赏心再乐祸 张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到现在都是懵的 具体情况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当时博星的人突然过来 劝公司那么多双眼睛盯着 曾莉莉坐不住 直接跑去人家面前晃悠 结果人家指名要见的是你 曾莉莉也算是当众被打脸了吧 那她 以她的性格 肯定不会甘心 应该很快 公司内就会有对你不利的小刀留言 探究好奇的人会很多 嫉妒哪个人更不会少 短期内你怕是要被推在风口浪尖上了 我会一直保持低调的 出名带来的烦恼也是甜蜜的 晚点我带你去见雷总 好的 她出门了 下午出门的 说好要回来一起吃晚饭 你也不会迷路了吧 要是她找不到路 肚子又太饿 会哭了怎么办 柔柔肚子太饿的话 会哭吗 嗯 超想哭哭的 那 我们一起去接她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到现在都是懵的 具体情况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当时薄星的人突然过来 全公司那么多双眼睛盯着 还没到吗 应该马上就到了 晚餐准备了炸鸡 只要接到易奕 我们就马上回家吃炸鸡 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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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好好干 我看好你哦 我 我会努力的 嗯 那 我们今天就散会吧 薄星那边有人来对接了 具体面谈时间 我会通知你 好 保证随教随到 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好的 对了 我看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啊 注意休息 健康管理 是艺人最重要的一项责任 下次见面 希望你看起来七色好一些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今天会早点休息 这张好文化 勾服帅 来 我来帮你 不能再和封锦瑶继续这么不清不楚了 肉肉的身份 必须得有个答案 哎 喂 易云 是我 是我 小A 你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尽管说 哥们哪一字没帮你 就 那个 亲子鉴定 你能帮我约医生做一下吗 稍等 亲子鉴定 是吗 是吗 你要做 不不不 呃 那个 我有个朋友 呃 他在国外生了一个小孩 呃 是亲生的 现在突然蹦出个人告诉他孩子不是他的 所以我这朋友想 呃 你有几个朋友我还不清楚吗 编 继续编 所以你这朋友想找人帮忙做亲子鉴定 哎 对对对对 喜欢你的鞋 你当我和你一样智障吗 哎 帮帮忙吧 小A 这事儿只能靠你了 你说的果然是你自己吧 我不是 我没有 哎 算了算了 你说个时间 我帮你约好 带人直接过去采样 呃 那个 他不太方便 样本的话 你看 风景瑶怎么可能跟我去采样 我还得去他身上偷样本啊 人不能去啊 呃 那就找个诊所无名纸才写 呃 做不到 口腔你模取样呢 呃 不行 头发送行了吧 呃 家里宝姐做得太好 一根都没有 没有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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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鉴定 是吗 你要做 呃 呃 不不不 那个 我有个朋友 呃 他在国外生了一个小孩儿 现在突然蹦出个人告诉他孩子不是他的 呃 有几个朋友我还不清楚吗 编 必须编 烟头 烟头总可以拿到吧 呃 他不抽烟 OK 最后一样 拿不到就别做间谍了 放弃吧 呃 你说 我一定拿到 Simon 呃 小玩意儿 就是 请 呃 不 不可能 行 那日子凑合着过吧 不挂了 一会儿还要参加见面会 呃 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接近他拿到样本啊 姐姐 我找意义 请问 他在哪里啊 呃 哪里有人在说话 姐姐 这里 这里 呃 呃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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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 我找意义 呃 你有预约吗 预约 是什么 没有预约的话 就没有办法就预约了吗 呃 好可爱 拒绝的坏手不出口 啊 这是我的名片 什么才写 口腔 黏膜 头发 或是烟头 哪一样都拿不到吧 啊 都拿不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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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抱歉 您不需要预约 雷总马上下来 我的天啊 我居然想着他 想出了幻觉 我得马上回去睡一觉 要有眼睛 我去找翼云 又是找翼云的 这些个大人物 怎么一个两个都来找翼云 不用了 哼哼哼 姐妈 看你紧张的 这位是 什么 是他本人来了 这也太低调了吧 不确定 毕竟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脸 我得马上通知主管 雷总马上就下来 但关键是 那位要走了呀 那他到底是来干嘛的 哼哼 嗯 肉肉的声音 哼哼 哼哼 肉肉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 我是本人呢 啊 肉肉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 我是本人呢 啊 走 走 回家吧 肉肉饿了 肉肉肚子饿扁了 想吃饭 那我们赶紧回吧 那人就是翼云吧 旁边的人是谁 那个小孩子是谁啊 来了来了 怎么回事 人怎么走了 是来谈合作的吗 风先生是来找人的 找 找 找莉莉的吗 我这不带着人下来了吗 找翼云的 啊 又是翼云 翼云 又是你 你到底哪里比得上我 这鸡超好吃 果然还是头发最容易拿到吧 得在浴室打扫前溜进他房间 红烧肉好吃 我要吃红烧肉 我要吃红烧肉 好的好的 肉呢 好的 筷子 对了 筷子啊 筷子上有口水吧 这个能做样本吗 周末 你们跟我一起去爬山吧 去见一个人 太阳当口罩 快儿对我想 小鸟说早早早 你为什么被想象数宝 你爬得好慢啊 要快点哦 马上就来 我已经缺乏锻炼到这种地步了吗 连肉肉都不如 景天 先挺下来等等他 不用等我 我跟得上 这么久了 不用等我 我跟得上 你手 老板 你没事吧 叶叶 睡佳佳了 你没事吧 鼻子怎么样 叶叶 你鼻子红了 没事 叶叶 你流血了 今天 找找棉签和止血要问 好的 不会真的断了吧 鼻梁虎没事 应该就是软阻止错伤 我没事了 我们继续走吧 叶叶 你的声音好好笑 叶先生 要不我来背你吧 我看起来已经弱道 需要女孩子来背上山了 你对力量一无所知 不用了不用了 我能走 但后面的路更不好走 后面的路 锦田 你抱着肉肉 我拉着她走 蝴蝶 好漂亮的蝴蝶 就说你真厉害 小心 马上就到了 再坚持一会儿 哦 封锦瑶这人 这人怎么回事 一会儿瞒不讲理 一会儿又这么 这么 这么温柔 难道是想用糖衣炮弹麻痹我 我 我只不会让她呢 妙啊 妙啊 看看这孩子 天亭饱满 耳垂肥厚 脸型圆润 下巴丰满 肩膀厚实 小肚肚有肉 哈哈哈哈哈哈 难得一见的福相啊 如天之福 这小朋友长大了 一定福禄双全 了不得呀 厉害 厉害 再坚持一会儿 哦 封锦瑶这人 这人怎么回事 一会儿瞒不讲理 一会儿又这么 这么温柔 小朋友 几岁了 哪里读书啊 家是哪儿的 老爷爷 我马上就四岁了 在运营幼儿园小班 是爷爷家的 哈哈哈哈 真可爱 今天你哪儿去抱的 这么可爱的孩子 太爷 这孩子 还是等老板上来 再跟您解释吧 抱歉 没想到最后 还是得麻烦你被我上来 没事 你的脚踝还痛吗 好 好多了 哎 好机会 成功 怎么了 哈哈哈哈 你头上刚刚有只小飞虫 古得救 终于到手了 早知道我就应该早点摔倒啊 嗯 那小子怎么回事 还没上来 身体还不如我老头子强 说起来 墨丫头 你处对象了吗 还 还没 也是 啊 没几个小伙子能打得过 啊 爷爷 你们终于来了 肉肉等了好久 呵 肉肉太厉害了 意义跑不过你 那你现在 至少肉肉了 曾爷爷 他就是我之前说的义云 义云 这是我曾爷爷 你 你 你好 你 让我来好好看看 这 这人 怎么一脸死相 而且还顶着死人脸活得好好的 等等 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义云 这人 原来是个男人哪 真是个清秀的小伙子 你 你们 曾爷爷 他刚刚脚扭了 我带他去冰敷一下 等等 锦瑶 让墨丫头带他去 我有话跟你说 义先生 还好没事 只是软组织挫伤 好的 你教我小义就好 谢谢你啊 哎呀 绕绕小妞妞变不住了 等等 我真的带你去找厕所 厕所在院门口右手边 我带 绕绕知道右边在哪里 右边 右边 这 这人 怎么一脸死的相 而且还顶着死人脸活得好好的 等等 这人 原来是个男人哪 嗯 锦瑶 我听说你订婚了 啊 订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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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肉 肉肉不是 肉肉不是故意尿裤子的 好好好 知道 但是肉肉下次不可以再一个人乱爬了 是大姐姐骗人 右边没有厕所 肉肉没找到厕所 肉肉想尿尿 小笨蛋 你走的是左边 右边是你吃饭的手手这边 这 这样吗 裤子换好了吗 马上 马上就好 我在院门口等你 午饭好了 我带你们过去 好的好的 肉肉 来 肉肉 伸另一条腿 弟爷 订婚 是什么呀 啊 嗯 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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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爷说 你订婚了 订婚了 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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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订婚 方锦瑶吗 哎 对 老爷爷就是这样说的 肉肉想起来了 他 已经订婚了 肉肉 你听谁说的 早上的老爷爷 对叔叔说的 肉肉听到订婚 就尿了 啊 这人 果然是个混蛋 耶 莫名其妙抢我儿子 现在 还莫名其妙想给肉肉找后妈 气死我了 这个混蛋果然没安好心 肉肉 收拾好你的小包包 我们下山回家 哦 辣尖 神渣 百类 臭臭 我还在呢 就想给我肉肉找后妈 无论鉴定结果如何 我都不可能把肉肉交给任何人 以后封锦瑶说的话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 气死我了 封锦瑶 你个骗子 就想麻痹我 然后抢走肉肉 爹 把可怜的肉肉交给恶毒的后妈虐待 吃个人账 啊 啊 弟弟 你怎么了 来人啊 救 救命啊 封锦瑶 你个骗子 就想麻痹我 把可怜的肉肉交给恶毒的后妈虐待 吃个人账 啊 啊 封锦瑶 你怎么了 封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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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救 救命啊 怎么了 封锦瑶 封锦瑶 封锦以后 救命啊 封锦瑶 ふ衣vit 封锦瑶 封锦瑶 爾封锦瑶 封锦瑶 封锦瑶 说是气急攻心 倒不如说是邪气入体 这孩子命该如此 果然快不行了嘛 曾爷爷 要不我马上送他去医院吧 我担心 不用不用 让他休息吧 他现在情况稳定 你再折腾 指不定更严重了 曾爷爷 他到底是怎么了 之前也有突然晕倒的状况 但医生检查说没事 我要是说他中邪了 命该如此 你信不信 你们这些小辈 各个都说讲科学 但有些事情 是科学解释不通的 若是你带他去医院检查 查出来也就是个体虚的毛病 开点补药就打发了 但依我看 他就快要游进灯库了 这么严重 不可能吧 怎么突然就 他命里有死结 按理说应该已经 你现在的状况看 这结恐怕是很难再挺过去 只要不死 他的身体霉矿欲下 霉运缠身 诸事不顺 灾难重重 曾爷爷 还有办法救他吗 有办法可以试试 命述这个东西 看起来已定了 但肯定会有一线生机 在此之前 我得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们俩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孩子的 另一个父亲 若是你带他去医院检查 查出来也就是个体虚的毛病 开点补药就打发了 但依我看 他就快要游进灯库了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孩子的另一个父亲 哦 你孩子的另一个父亲 啊 啊 什么 什么孩子 什么父亲 这段关系中 是我亏欠他 我会补偿他的 具体缘由 以后我再好好跟你解释 什么亏欠 什么补偿 你倒是说清楚啊 不要折磨老年人的好奇心啊 您的曾曾孙 就是屋里的这孩子 叫肉肉 可能需要急救的人是我 我马上就要接受不了 我这个年纪不该接受的事实 啊 肉肉的肚子 空空的 现在孩子去吃饭吧 好的 嗯 肉肉 吃饱了才有力气 去看依依 只要你乖乖吃了饭 一会儿曾爷爷会想办法让依依恢复精神的 哦 嗯 我乖乖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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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护身符 护身符是可以驱灾避邪保平安的 就是不知道这符对半生半死的人是否能起到作用 得看这义云和景瑶的缘分到底有多深 能不能符原交汇分得一些气韵 肉肉有好多好多头发 老爷爷 多做一点 多做一点 发光了 哇 你 你能看到什么 哎 老爷爷 你说的是这根线吗 我修炼了这么多年 也只能感知到 这孩子竟然能看清 而且还能触碰到 啊 嗯 这是一个护身符 护身符是可以驱灾避邪保平安的 就是不知道这符对半生半死的人是否能起到作用 刚刚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揪出了心脏 是错觉吗 这样真的能让它好起来吗 哇 线线连起来了 连起来了 确定是连起来了吗 嗯嗯 真的连起来了 老爷爷 你看 这孩子果然不一般 是真的可以看见啊 呵呵 你能告诉爷爷 这个线 看起来 摸起来 是什么样子的吗 看起来粉粉亮亮的 在发光呢 好漂亮 摸起来 肉肉不知道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 被拉扯的感觉有吗 没什么感觉 不能碰啊 肉肉 如果想要的话 我重新给你做 但是这一个是不能碰的 为什么呀 老爷爷 这是专属异云的 如果别人碰了就不灵了 就没办法保护它咯 哦哦 曾爷爷 这个服饰 这其实是一种姻缘服 我能告诉你 我已经替你们算好了姻缘吗 姻缘服 可以救人 不能 但没别的办法了 我做不到逆天改命 相信这世上也没人能做到 但你们俩命中有不解之缘 我能做的就是把它记得更紧密 看能不能争取点时间 容我再多想想 目前也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 所以 这姻缘服的作用是 呃 就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咯 最大的作用 是通过这服作为媒介 分享你的一丝气韵给他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接触这份福分 因为只有真正有缘分的两人 才能发挥这种作用 当然 副作用也是有的 只要他一直佩戴 你可能 会不知不觉爱上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